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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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完電影票等著上映的精彩劇情 但一坐進影廳看到的是 電影放映前都會先放預告片和廣告 但現在文化不預告 電影法的修正草案 要把正片放映前的廣告 從九分鐘增加到十二分鐘 等於再加長三分鐘 我就是想要去看那部電影 可是你給我放那麼多的預告片 然後就覺得坐在那邊 那個性質好像有點沒有 太長不太好吧 對啊但是短一點 但我們主要是看電影 又不知道看預告 加長預告片和廣告時間 不少民眾無法接受 其實文化部在2015年 就把廣告時間從十二分鐘 縮短為九分鐘 但現在眼裡又要增加回十二分鐘 被外界批評 文化部解釋這一次修法 也訂定限制放映比例條款 也就是廣告片的放映時間 超過九分鐘的話 電影預告片的時間 要佔三成以上 並免業者把時間 用在商業廣告上 那主要是要規定 電影預告片本身的比例 必須要佔三成 有關於國外的部分 目前實際的狀況 也都落在十五到三十分鐘 但看看以往電影上映前 一開始還得唱國歌 再來才是播放廣告和預告片 這一次電影預告片和廣告時間 再增長 是不是走回頭路 還得看民眾接受度 三星網站陳永榮特別報導 然後,再增長